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小盐厨房 今天给大家分享萝卜饼非常好吃的做法 做法简单 你只要品尝过一次就会喜欢 一起跟着视频来看看吧 首先准备一个大萝卜 把萝卜的外皮刮下来 把萝卜去头去尾 再把萝卜擦成细丝 细丝擦好以后 向里面放入一勺食盐 让下搅拌均匀 腌出萝卜里面的水分 我们准备一把虾皮 用刀把虾皮切碎 也不用切得太碎 稍微切一下就可以了 切好之后先放进碗里备用 洗干净的小葱切碎 切成葱花 萝卜丝已经腌了10分钟 看一下萝卜丝里面腌出了很多水分 现在要把萝卜丝里面的水分挤出来 挤干的萝卜丝先放在案板上 整个的萝卜丝有点太长 现在用刀再剁碎一下 剁好之后先放进盆里 挤出来的萝卜汁水先不要丢掉 这个汁水待会儿要用到 炒锅里面放入少许的食用油 油热之后把葱花下入锅中 紧接着把切好的虾皮也放入锅中 把虾皮进行煸炒 煸炒一分钟 炒出虾皮的香味 然后就可以关火了 把炒好的虾皮放入萝卜丝里面 加入一丢丢的胡椒粉 一小勺的生抽 这个里面不用加盐了 用筷子直接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之后 向里面加入红薯淀粉 红薯淀粉不要一次性加太多 手上戴上手套 把萝卜丝和淀粉抓拌均匀 如果不太成团 可以将里面加入萝卜的汁水 加一点点就可以了 继续抓拌均匀 手上钻上一坨 用手钻到紧实一点 团成像这样的一个圆形 然后再将它按扁 锅里面水开之后 把萝卜饼放入蒸笼 一定要开水上锅 上下之后蒸15分钟 时间到我们的萝卜饼蒸好了 其实这样就可以直接食用了 为了让它更香更好吃 我们可以放进电饼铛 再煎制一下 把萝卜饼一个一个的放入电饼铛 煎制一面有点微黄色可以翻面 继续煎制另一面 两面煎制都呈现这样的微黄色 就可以出锅了 这样非常好吃的萝卜饼就做好了 这样的做法非常的简单又实用 我家孩子平时不爱吃萝卜 自从做了这一款萝卜饼 他就非常的喜欢 咬一口软软的 特别的鲜香入味 而且凉了也不会硬 这样的做法太好吃了 也保留了萝卜的营养 如果你喜欢就收藏起来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不要忘了点赞 评论留言转发 点击我的图像可以看到更多的家常美食 谢谢你的支持 我们下一个视频见